中立提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女人 即使嫁给了比自己小12岁的张伦硕 但是依旧被宠成了公主 而且中立提也十分的爱张伦硕 尽管现在都已经48岁了 仍在积极的备孕 想和张伦硕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中立提的外表真的可以 用美若天仙来形容 而女儿们更是遗传了她优良的基金 不得不说中立提一家颜值都太高 一起来看一下中立提女儿们的近兆吧 中立提经历过三段婚姻 大女儿张敏君是她和外婆丈夫 拥有的第一个孩子 现在的张敏君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高挑的身材像爸爸 而精致的外表和妩媚的眼神四妈妈 两人同胖合影 真是像姐妹一般 张敏君的性格也很像中立提 大胆咧咧特别的活活开朗 洒脱不拘不束 张敏君也跟妈妈一样也热爱运动跑步 打网球等等 张敏君混血的脸蛋更是让人百看不厌 中立提的二女儿因为是单眼皮 曾被吐槽长得不好看 而如今十岁的J.D.也完美的逆袭了 近着五官长看 完全就是超模的脸蛋 途中被抓开的她也依旧很迷人 中立提三个女儿中最讨大家 喜欢的应该是小女儿考拉 曾和爸爸参加总理节目 爸爸去哪儿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乖巧懂事的她一出镜变圈粉巫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